今天我一樣是要講一個故事 可是這是三百多年前的故事 一個韓國許俊他是韓國的神醫 其實他故事很長 韓劇也拍了六十幾集 好像是韓國以前收視率特高的連續劇 就很像台灣包青天這樣那麼紅 他當時我就講他其中一小段的故事 他是韓國名醫劉毅泰的學生 有一次他跟他同學一起去京城港考科局考試要考醫生 途中經過一個村莊 那個村莊剛好瘟疫 然後那些村民想說這些學生是去考醫生的 所以說村民就是去請那些學生 就說你們可不可以來幫我們村民先治個病 然後再去考試這樣 那其實有一部分學生就直接去考試了 那有一部分學生是留下來去幫他們醫病的 那也包含許俊 那等病治得差不多之後 那其他學生也先走 剩下許俊一個人這樣子 那許俊呢就是想說等病情 就是真的是確定是控制住他才要走 那後來要走的時候就有一個村民就跟他講說 我帶你走小路一個捷徑 你這樣子才能趕上科局考試 這樣就沒想到 就帶到他家裡去 然後跟他說 我媽媽重病 你可以幫我媽治一下病這樣 哇你看就是 來不及考試嘛 可是許俊呢就是覺得這個 應該是要先幫他媽媽先治病 所以就幫他媽治好了 那村民想說他這樣子應該趕不上嘛 所以就跟他說 我會送你一匹馬 讓你來得及去考 這樣 就真的把他媽治好了 然後他也真的送給他一匹馬 結果齁 沒多久就被 騎馬路上後沒多久就被那個捕快啊 就是警察嘛抓下來 然後關進大牢 這樣子 那同學齁 就是 然後後來齁 那些村民啊就是 知道了這些事情之後啊 就是 就是 能走的嘛 就都跑去那個 跟那個仙胎有求情啊 就跟他講 喔許俊當初是為了什麼 什麼原因 啪啦啪啦啪啦講的 跟仙胎人知道之後 後來仙胎就 哇這個 好了 就是 後來 知道的事情嘛 就當場把他給放了 然後 然後也真的給他一匹快馬 讓他騎馬 去精神考試 結果有沒有趕上同學 沒有啊 他沒有趕上 可是同學聽到這邊 是不是覺得心情好像不太舒服 好像什麼 好人沒好棒嘛 就是這樣 可是齁 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明年可以再考嘛 對不對 其實也沒什麼啊 那其實故事只有講到一半啦 這樣子 那 後來那放榜嘛 那個 他的老師啊 劉毅泰 就是收到了兩 同一天收到兩封信 那 總管啊 就拿信 老爺啊 今天有兩個喜訓 第一 恭喜你的兒子 柳道姿 考上了 狀元 哇 那個他父親就 哇很開心啊 自己兒子考上了 狀元 那以後就是在朝廷裡面的 衣冠嘛 那 第二件 老爺 你之前有一個學生 許俊 他 因為那些村民生病 為了去治那些病人 所以說 他沒有趕上考試 就不太跟他講 然後這個 有一個憲太爺呢 知道這個事 覺得這個是好事 所以 特別寫一個包養信 給你老爺知道 然後也包養你教的好 這樣子 那 那個老爺其實一開始聽 也是滿開心的 可是他 想一想覺得 好像不太對勁 他後來 他就把他兒子叫過來 就說 你當時是不是跟 一起跟許俊去考試了 然後那個 他就說 對沒有錯 那 後來呢 那他就問 那你有沒有去 跟許俊一樣去 治那些村民 他就說沒有 直接去考試了 然後後來那個 他的父親啊 劉毅泰啊 就非常的生氣啊 然後當晚跟他說 你不夠格當醫生 然後 就當天就跟他斷絕 父子關係 就這個是 是蠻嚴的一個老師啊 那也因為 許俊的這些一行一舉啊 所以喔 那個 劉毅泰啊 覺得這個 許俊是一個很人厚的一個人 所以他就把他的絕學 全部傳授了給許俊 那 當然他後來也是考上狀元啊 那 可是成就後 其實後來 我們還稱他為神醫嘛 對不對 那 許俊呢 他其實也不是說 一開始就是這樣的賢德的人啊 他以前曾經也荒唐過嘛 那 他曾經還是許俊的學生的時候 有一次劉毅泰去 有事情要忙 就請許俊啊 去幫 他去醫一個官的夫人的病 那許俊把這個官的夫人的病 醫的蠻好的 然後那個官就很開心啊 就是 還特地為他寫了一個叫 推薦信 就給許俊 那這個推薦信啊 其實就是拿這個信去科舉的時候 你直接給考官 你不用考其實就是 就直接進門了 這就是有點 一部登天嘛 那後來許俊接受了這個事實 接受這個東西 那後來劉毅泰知道 其實是很不高興的 然後也是把信啊 當場拿出來私了 然後跟他說 就是把他逐出私門 所以他經過那個村民的 那時候考試的時候 其實他也就是被逐出私門的時候 這樣 就是劉毅泰是蠻嚴格的 可是喔 因為許俊啊 能接受了這個 這個老師的這個教會 所以說他其實日後的齁 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自己 我當醫生 原來的出發心是 既是救人 而不是為了那個公民那個官 這樣子 所以說他後來時時刻刻都這樣提醒自己 所以經過那個村 他當然就是啊 救救命重要 所以要留下來治病 考試再說吧這樣子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你看就是 後來他也傳說 把劉毅泰把他的絕學傳給他 所以你看他後來有才嘛 那他這些一行一舉就是有德嘛 所以有德有才才能造就他這個成為神醫這個美名嘛 對不對 那他這種一行一舉啊 後來我們後世也稱為一道這樣子 那他還有他剛剛講那個劉毅泰的兒子啊 嗯 劉道茲 他其實一看就是很基督喜俊嘛 就一直 嗯弄啊弄啊 可是啊說在後面也是因為 靠許俊這種人後的形容 慢慢轉化了劉道茲 那許俊呢 後來花十幾年去寫了 著作一本就叫東一寶劍 那後來劉道茲啊 被他轉化之後 後來也跟他一起完成了這個著作啊 那這個東一寶劍就是 相當於中國的李時珍的本草綱目 這樣子 那同學齁就是 故事齁 講到這邊不是就算齁 就是不能白聽對不對 齁 就是歷史啊 是一個很好的明鏡啊 可以時時的去提克 就是提醒我們自己 關照自己嘛 對不對 那其實齁就是 我剛剛講的是醫生嘛 那事實上其實很多業界都存在一些 很多好人好事嘛齁 那我看我們DJ界就是 壞事傳千里 然後好事 做好事人又不遇人知齁 對不對 那我就是想說 在這個機會齁也要包養一下 就是很多DJ界一些好人好事啦 那有時候像是劉軒啊 還有我們高雄一個partner叫阿波 我講一下他們的小故事 以前阿波他有一次接到一個活動啊 那個 那個業者就是希望說找一個 就是演正面形象的一個DJ去表演 那後來他想到就是劉軒嘛 那 其實敲劉軒的過程是有點複雜 因為他那時候常出國啊 反正輾轉終於有約到他去高雄表演 那他劉軒的那個經紀人啊 有跟我們高雄的partner阿波講說 表演完結束的隔天 可不可以帶他去逛就是高雄的一些孤兒院這樣子 那後來阿波就找了很多孤兒院 然後隔天也帶他去看 那他們有到一間就是鳳山的一個小小的孤兒院 然後那個是沒有國家資助的 那就是也只有剩下幾個小朋友而已 然後那個大概都是就是落字的 那劉軒呢 當下就覺得說 這個現在這個孤兒院啊 是目前最缺的就是金錢 所以他就把前一天的那個表演費用 就當場捐了 那他捐後還是用阿波的名義去捐 阿波當時還不知道 他說他只是 劉軒家去簽個名 然後沒想到是阿波收到那個感謝信函 那我覺得阿波跟劉軒呢 他們這種情誼啊 還是建立在這種共同付出的關係上 所以也是培養出一些很特別的情誼在這樣子 那還有那個西門町有一個一清會 然後一清會裡面有一個左大位 那個他是跳舞的 那他其實齁 常常在那邊教一些青少人跳舞 他其實很多時間都花在就是做工藝上 他就是每天都是想這些 就是比如說他最近做的是 呃... 有一個叫樂福社的 然後就是 我們看電視上有時候就是輪椅跳國標有沒有 他現在都跑去教那個輪椅齁齁 跳街舞啊 那些人都覺得還不錯 這樣就是好像也感覺還蠻好的 那所以他最近也邀請我們說 就是看對不對 我DJ去跟那些人呢 玩在一起這樣子 那 還有一個齁 就是我第一次不是有講那個 眷層放音樂嗎 那其實後來 那是三四三年前是 然後後來這幾年 其實我也陸續會去 一些村子裡放 然後後來 就是小朋友就 很有興趣啊 然後後來那些小朋友就跟那個社區 就說他們想要上 想要學DJ 後來我們真的在一個社區裡面 教小朋友DJ 然後是從國小一年級 到國中二年級的 就是還有一個七十幾歲的阿伯這樣子 那 後來那個 那個那個機構齁 他有一個朋友 三峽 有開餐廳 然後後來得知齁 我們 我們有做這種教學 然後也邀請我們去 三峽一個餐廳做這樣的教學 那 我介紹 然後我因此這樣子 認識了一個 三峽開餐廳的 叫林老闆 那 他還蠻特別的 我後來 瞭解他 為什麼說他邀請我們去 因為他暑假 很多學生就是 國小國中 是不是就是 國小國中就是 有時候暑假很長 那可是爸爸媽媽有時候是很忙 對不對 所以說有時候會疏於照顧 那可是說實在 很多年輕人是在暑假 就是加入幫派 或是 就是有一些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就是在他的餐廳提供了很多這種 課程 讓那些國小國中可以免費來上課 然後我們就是被他邀請 是當一個DJ是其中一個課 這樣子 那 還有附近有一個國中啊 有一個校長 然後 他把一個國中的有一塊地啊 是 給那些林先生使用的 那個林先生呢 去在那個學校裡面種絲瓜 種絲瓜是幹嘛的喔 他是這樣 他就會叫 帶那些小朋友一起去種絲瓜 然後 有時候就是 小朋友跟他一起勞動的過程 有時候會講一些心事啊 心理話啊這樣 那有時候那個大哥就會在那個時間點 適當去給他一些正確的引導方向這樣 那還有一些學生啊 家境比較 不好的 那有時候可能 學渣費啊 什麼文具喔 沒有錢買喔 是真的有的喔 那那個 那個哥哥啊 林先生啊 他就會 叫那些小朋友去種絲瓜 等你收成了之後 我幫你賣掉 那些錢拿去買這樣子 那就是 其實這些 這些好人好事啊 也是蠻多的啦 那我們其實也 期許我們公司 能 能效法他們這樣子 去做努力這樣子 那 我今天來齁 其實齁 就是 其實也想要招募義工啦 齁 就是 如果啊 你們對這個 這樣子的活動 有興趣齁 大家結束之後 可以就是留資料給我們 以後 我們會陸續有這樣的活動 不是這樣的活動啦 就是 可能需要你們一起來 共襄盛舉這樣子啦 那如果網路上看到影片的話 就E-mail到這邊 那我們E-mail到這邊 好 好 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加入我們啦 好 謝謝 謝謝